Mmm 太扯了 他是一個人擁有四台RX7的男人 賽車的RX7 對沒錯 我們外觀看到的話 就是整套的阿姨宇公的包 那我們現在就給大家聽一下 這台車的聲浪 今天呢 帶來這台 FUJITA的RX7 這套包啊你需要送去日本才會辦法改裝 所以其實你要在除了日本以外 看到這套包的難度非常高 我們現在再來介紹一台比較街車式的RX7 而且我們剛剛有用手機APP開了一個眨眼模式 大家超想看的RX7今天它來了 我們跟我們的好朋友傑哥 借出了這台外車的RX7 對沒錯 我們剛剛先去稍微看過了一下 它部分的收藏 太扯了 它是一個人擁有四台RX7的男人 四台嗎 還是不只 不只 反正就是你下去看你就覺得 哇怎麼可能一個人這麼多車 然後都說其他地方還有 大概是這個狀況 然後呢我們就從非常難選的大堆車之中跳了一台 因為這一台呢我覺得以RX7來說 它那邊當然是有非常原廠 可是我覺得既然要講 那這一台是屬於半場車拉力賽車 沒有其實是場地賽 它只是上次澎湖拉力有去 它特意把設定調高了 哦所以這個是場地車 對原本是跑大澎湖的車 然後它把它調高拿去跑拉力賽 對 RX7拿去跑拉力賽夠秋了吧 太扯了 啊不用錢是嗎 我們外觀看到的話 就是整套的 阿一羽工的包 這一套大包是AD GT 這一套好像蠻有名的 就是國外啦很多人都裝這一套 台灣的RX7其實也蠻多人都裝這一套的 我覺得這一套真的是RX7裡面的經典 包含它這個前面的訂風翼什麼的結合 下巴我覺得是非常帥的 而且我們剛剛去車主解釋啊 這個東西很屌 結果是HONDA的方向燈 它原本好像就用 別人的那個品牌的燈直接裝上去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它還有這個東西啊 很酷 這個我覺得有點至近老RX3的味道 它把後照鏡從原本車門上移到這邊來 哦它本來也不在這邊的時候 不是不是不是 羽工的這一套AD GT 才特地把後照鏡移到這個位置上 移到一千葉子板上 很酷哦 然後我們側邊啊 鋁圈的部分是用RX的 Granline系列的鋁圈 這個是老鋁圈的嗎 呃不是 它Granline是一個懸壓款的鋁圈 哦一個系列 對對對 也非常輕 可是因為他們為了實際去跑比賽 當然強度OK 可是至少壞了 再買一顆不會那麼痛 對啦 因為其實拉力線是真的會可可蹦蹦 對而且會損耗啦 它側邊這個導風口啊 導風出來的位置 我覺得也是非常帥 這個都是羽工的整套包 整套目前我們看到的外觀的話 就是整套的AD GT 是非常完整的 連尾翼 Diffuser都有 而且這台為什麼我會說它是真正的純賽車 除了它車內的方滾龍結構 負油桶的結構以外 它還有做 差速器的散熱冷排 哦真的哦 對這個倒是很特別 這應該很少哦 很少人會這樣做 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差速器冷排藏在裡面 哦真的耶 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然後動力的部分啊 因為這台車 我們也知道嘛 轉子引擎就是一段時間稍微review 其實這個車 據車主講 不會那麼難照顧 其實好像是蠻健康的吧 對 這個車其實就是你 該有的油油水水 都幫它顧好 其實它還算蠻耐用的 那畢竟因為 還是有傳聞在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見得理解 就是 就是先買了騎在做 真的是啦 因為現在RX7的升價也是 200多出 200多出 玩轉子的人都一直 就是很熱衷於這個車型 這個車的聲音 我覺得轉子 就是真的那個聲音 是非常特別的 不管你今天是幾缸的車 都不會有這種聲音 因為它就是一個 對它是一個旋轉 再發出 靜壓爆牌的動作 可是它的做法是 一圈就有動力了 嗯 我們四行程正常我們的引擎要 舉手要轉兩次才有一個動力 所以它這個力量來得非常快 對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以前 轉子這顆引擎 是在熱門 24小時 對 它那個比賽啊 直接碾壓了第二名 超多圈那一種 阿古講的 馬斯達的 Ramont裡面比的 787B那台比賽車 喔那聲音超好聽 那台車是真的很耐 連續跑這樣子 但是它還是有很多 廠車的話的設定 像它後桶蓋 也是直接這邊開蓋就可以啦 嗚嗚 哇這邊就是鐵板 附油桶 然後棒譜 對 氣油濾性這樣子 嗯 啊後面那個是怎麼 那是水噴嗎 對那是水噴 水噴 哇那它也是有很多降溫的東西 那畢竟這是一台比賽車 然後回來之後 那個電腦啊那些東西 之後好像還會再寫過吧 對還會再寫過 會再調更順 然後我們看到車內的部分啊 因為這台畢竟就是一台工廠賽車 所以 它的內裝布局就是完全就是 所有的需要監控的地幅的表 油溫水溫油壓轉速等等 嗯其他不需要的東西越乾淨越好 對 然後有一個稍微特別一點的是 我們看到HKS EVC的渦控旁邊 有一顆金色的旋鈕 嗯 那是AP的前後的分配器 煞車分配器 煞車分配器喔 對 它直接這樣轉就可以分配 對對對 下面的話是譬如說你要發動 你要開氣油棒譜 你要開電門 就是一個 對 它上面都有貼貼紙啊 它就是什麼功能 它就寫在上面 這個就是因人而異那個設定不同 依你想要的配置 它就去幫你做按鈕上的設定 沒錯 它內裝幾乎也都拆光了 前面啊 幾乎只留需要的東西啊 沒錯沒錯 這個感覺 就真的是純賽車 完全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 然後動力部分啊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個 TD0625G的渦輪 它是Graded的 然後 酷了和水箱的部分啊 就是已經改成 很標準RX7會用的V-mount的狀態 V型散熱 這個好像是 散熱效率會比較好的 對 因為它可以節省空間 然後達到最大的狀風和散熱 所以水箱是躺這樣 cooler是躺在上面 啊這個渦輪上面 前面有套那個網 就是過濾一些張東西 可是它們沒有要裝香菇頭的 哦 因為這個空間的裝不是要香菇頭 特別你裝那種短短的 沒錯 這個東西就都 幾乎都是比賽 我不知道這台車現在有多少匹啊 這台應該原則上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在400匹左右 那跑跑山站應該是很夠用 很夠用啊 因為它那個EV-C其實是可以調整增壓值的 所以 其實最好最終還是要看TUNER 它怎麼去設定這台車 因為它本來是場地賽車 然後拿去都是拉力賽 我還是覺得有點奢侈 沒錯 拿這個來跑拉力賽 真的是挺奢侈的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給大家聽一下 這台車的聲浪 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很不錯啊 那我們就去路上晃一晃 這真的有點躺著開的感覺 這個車開起來很戰鬥耶 很戰鬥喔 感覺挺好開的是嗎 其實蠻好開的 那感覺位置對你來說是不是有點小 有點小 我還沒坐過RX7呢 這個是很棒的 我覺得是 難怪小葉哥和傑哥他們很喜歡這個車 我大概可以理解他們的想法 這開的真的很場車的感覺 對啊 它這聲音很特別耶 真的很特別 它應該跟我們之前很常聽到的這種 JDM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在車內聽那個引擎聲其實蠻爽的 蠻爽的 很好聽啊 對啊 對啊 這如果大馬力應該很爽嗎 會 這一定非常爽 RX7給我的感覺回饋很輕 然後船向感覺是非常好 紮實感 然後沒有那種虛偽 也是那種感覺是很棒 雖然沒有經驗超價它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給我的感覺 就是非常好 我們剛剛試駕了一趟回來 所以我們也跑太遠了 因為這台車目前還在屬於 帶調教狀態 對 所以我們先不要去做什麼機械超價 我們大概就順順的感受一下它的回饋感 我自己做起來 我感覺啦 跟我想像中的 鑽子不一樣 我以為它會 砰砰砰砰砰 砰砰 很不聞不順這樣子 也不是說很不聞不順 應該是說 我以為鑽子的聲音就是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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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就是有點像一般引擎的那種感覺 它就 那感覺是那種很綿密的鑽子聲 你聽到的那種啦 應該是國外的三轉四轉的聲音 對對對 所以就在數不穩那邊 這樣子 像國外那種 他們那種四鑽子之類的 他們會去夾窩輪嗎 會 也有人這樣子做 那馬力要多大呢 非常可怕 因為你看它其實 一鑽子650 那四轉的話是 就是2600 相當於5200的牌子量 5200呢 5200的NA 你看基本光是NA 就可以做到四五百吧 我想 應該有 四轉NA我看國外 好像甚至比你說 我這個馬力還要再打 因為其實鑽子的特性 跟一般的引擎 它的效率更好 因為其實我真的沒有接觸過 這一類車 因為其實 你在生活中根本也不會 有一個就是 欸你剛好開RX7的朋友 沒有 因為像我們生活中啊 以我們的認識的人裡面 就是捷哥還有韓哥 他們兩個人就是 我們所認識的RX7狂人 就是所謂的小葉哥 AKA韓哥 再來是他們一起的車吧 我覺得這個車如果 幹大馬力應該很爽喔 會很爽 而且這台車其實 其實開起來是不是比我們想像中的 還要輕盈很多 輕非常多啊 我剛剛這邊開 雖然是順順開 可是譬如說我們這樣子是轉進來 第一個自家性很好 第二個 我覺得它的零巧度很高 我跟你講它鞋筒就是長地賽的 但我相信原廠的應該會比這個 感覺更舒服一點 當然 因為畢竟接下來是 純賽車的 對 因為其實我剛坐進去 我是有點真空的塞在那裡 只插起來的時候沒有 對 我們未來如果 它的機會再接觸到RX7 我覺得可以去找看看 或是台灣 你們知道有誰有 炸馬力的RX7 想要拍這個節目 歡迎跟我們說 就看出來討論一下 最後還是很感謝我們身邊的朋友 都很support我們車款 因為其實大家敲碗的 我們跟他們講 有人說想要看RX7 可不可以拍你的車 OK啦來啊 來啊 可以把身邊台灣一些很夢幻的車 都介紹給大家 因為有一些車子的車型 真的是 不是說 一切實動態增一增就有的 因為其實很多車主他們是低調 很低調 好啊喜歡再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嘿各位 阿莊Style 阿莊開場 對 我們算是有拍RX7 但我們覺得 內容可以再多 讓大家能夠滿足一點 因為實在是好多人想看RX7 我們後來自己在合片 覺得不理想 所以也一直 大家只看到預告 可是為什麼一直沒上片的原因 就在這 主要我覺得 內容不夠好 不想出 滿意我們才會上片 對 今天呢帶來這一台 FUJITA的RX7 這一套包 全世界都非常稀有 在台灣應該就這麼一亮 比他講台灣啦 我覺得光整個亞洲應該是沒幾亮 最有機會可能就在日本 只是這個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然後 其實上一次來我們本來要拍這一台 但是因為這一台不太適合開出去 這台比較偏收藏性質 因為它很忠於原味的保持著右腳 你看它的漆面啊或是什麼 然後包括一些改裝啊什麼 我覺得都很棒 就是如果今天看出去被石頭彈到什麼 那都是很心疼的 對啊 我們看到外觀的話就是整套的 FUJITA的套件 然後輪圈的部分啊是 WALK MASTER的L1 這個跟這台車蠻搭的耶 我覺得是挺搭的 而且剛剛去車主 J哥的意思是 剛好 剛剛好這個寬體的造型是完美的 而且這個現在也應該是買不到的 我們剛剛跟J哥稍微了解一下 這套包啊 你需要送去日本 才會辦法改裝 所以 其實你要在除了日本以外 看到這套包的難度非常高 其實價錢是一回事 重點是它不能不外銷 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 你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你直接買那邊的 改好的 你把車寄過去改 所以這台車就是買直接 請他們改好的車回來台灣 我覺得這入手難度真的偏大 真的蠻大的喔 它真的就是有別於一般的RX7 其實你在路上看到 你第一個直覺應該不會覺得它是RX7 其實它這個看起來真的 真的我聲音有像RX7 可是你說看 你會覺得它是RX7嗎 我不覺得 它會讓我覺得 欸是哪一家的那種手工操跑 的那種頭的感覺 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我就說 欸這是什麼 阿X7啊 阿X7嗎 因為其實Fujita這個牌子 算是我比較不熟悉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碰EVO 跟SUPRA 那RX7本身就是我比較陌生 那我沒看過這個牌子 好險今天我們有認識RX7的 算玩的很瘋狂的一位朋友 它超級多RX7 對 那這套外觀啊 真的是非常細有 所以它這個上面還有一個 什麼1982 Fujita Engineering這個Logo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話 像後照鏡的部分啊 是日本的Canadao的品牌的產品 這個品牌其實我們店裡EVO都有裝 然後我們看到內裝啊 因為我們這位朋友 他就是做碳纖維很厲害的其中另外一位朋友 除了RPG以外 這個就是我們另外一個做碳纖維 在台灣外銷也是很有名的EVO R的品牌 像如果你看一些碳纖維布品啊 包含新SUPRA的話 要去他的公司另外一個網站 SUPRA STAR去購買 喔SUPRA STAR 我知道 他們家的製品 就像利尤哥車上看到的 非常漂亮 對 像它裡面能更換的碳纖維品 也是更換上去的 其實細節很夠 都是自己開的喔 對 都是他們公司的產品 所以密合度啊 細節那質感是很棒 這個是日本知戶學 谷口加土屋貴司 他們會在山路在那邊銷唯人 就是比賽段然後秒數的 這個就是改阿差西 在他們裡面也有把它稱為魔王的一台車 銀色的嗎 對 我真沒想到有一天在台灣能看到 看到這一套不好 對啊 真的很夢幻 我們看到像固定這種東西 他們也都開發出來那種 全交換式的Carbon的套件 這個東西很特別 他們有開發給像 RX7 Super 80 Super這種東西 是沒有製杯架的 他特地做了這個碳纖維的 再開一口 讓你可以喝咖啡 那個就是轉子的製杯架 沒錯 他還做了這個造型 超屌的耶 超帥的好不好 而且質感很好喔 你看這密合度 這個是優駕的 然後不然你看到這個表座啊 什麼的蓋板 我這質感非常高 然後車尾啊 有一個特色 它這個燈 是用Lotus Elise的燈 一樣的喔 就是Lotus的燈 真的喔 這套包其實細節很多 它這裡是碳纖維 對耶 你沒講都沒發現 所以它等於是碳纖維 然後把它烤掉 它等於是只留這裡是碳 對 對對對 好細節喔 好帥喔 一次滿足大家 沒錯 我們今天不只拍一台 RX7給你看 我們今天要拍62台 蛤 他好像給我綜藝驚訝 我現在是越來越被感染 蛤 你的這個才誇張吧 綜藝帥 你的這個才誇張 哈哈哈哈 這邊還有一台阿卡西 這是另外一台 超多阿卡西 然後這邊是你的惡魔Z 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看的話可以跟我說 我們今天車主來的時候啊 他背了一個拖特包 裡面全部都是鑰匙 在中國有錢人士 裡面是裝房子的鑰匙 在台灣 我覺得要有這麼多車位 有這麼多車 但是真的 欸不好意思 等於是兩個都有 他會有這麼多車位你想的 對 合理 這老闆很有錢的 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今天的第三台RX7 上次綠色廠車 再加上剛剛的福吉塔RX7以外 我們現在再來介紹一台 比較街車式樣的RX7 欸真的 很少有人一集可以拍這麼多RX7的 但是因為其實呢 畢竟我們車我們沒辦法出國啊 就是主要還是以介紹為主 那你們想看 那我們就盡量的介紹多種 各種風格啦 今天算還蠻多的風格的 第一次拍的那台 綠色的廠車化的RX7 然後是羽工的大包 到今天拍的第二台 是福吉塔的RX7 那種風格比較 已經是算修卡了 欸那個真的是做廠等級 我不告訴你一下 我覺得那種車真的是 你要在路上見得到 機率我覺得幾乎快零 真的是近乎是零 然後今天第三台啊 我們就會介紹一台 比較daily drive的RX7 日常用車 那這一台它的設定 就是比較接近原廠一點 我們剛剛有大概聊了一下 我覺得這一台呢 就是引擎室裡面的狀況 跟場車比賽車的狀況 因為場車可能畢竟 它是比較著重於戰鬥 因為其實場車它就是 下戰場的車 對 那這一台呢 我就是日常開然後水水 對沒錯 對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改的什麼 錢寶的話啊 是日本一家叫做Odura的寶桿 其實這支寶桿我覺得 它雖然沒有很乖章的外型 可是 還是有一點原廠感 對很原廠 可是你看喔 它又多了凸了這一盾 所以又帶著那種杏仁的味道 欸它的燈是黃色的 剛剛發色的時候 我看到它 突然亮起來 我想說哇操 蠻帥的 而且我們剛剛有用手機APP 開了一個眨眼模式 然後手機APP可以直接切換 喔真的喔 可以這樣單邊這樣 或者兩邊這樣 燈燈燈 我們看到側邊啊 這個就是WALK非常經典的 Master S1的旅圈 欸它跟我們剛剛看的那一顆 又不太一樣 又不太一樣 它這個好像是有凸出來 對 它是走這種無轉 然後往內凹的型 可是這個 算是WALK裡面最經典的款式 你看很多JDM的車 其實都蠻會懸責它光 然後因為它主要是走這種階梯純 然後又深純的感覺 所以視覺感很棒 煞車的部分我們就是使用AP的煞車套件 我們看到側群這個部分啊 這個就是EVO R的製品 也包含這塊 這塊都是EVO R的製品 我覺得有這個差很多耶 欸這塊很兇耶 沒有這一塊的話 也非常原廠 戰鬥感就沒那麼滿 對 可是不過這塊我覺得差異超大的 差很多 非常好看這塊 我們看到車尾的部分啊 這個就是羽公的尾燈 一樣是用LOTUS ELICE的燈具 欸它這個唯一跟這個是連在一起的呢 這個好像也是羽公的套件喔 對這也是羽公的套件沒錯 然後我們看到這組很誇張的Diffuser 這組排氣管其實是我整車我覺得最帥的地方 鹽斗管 對它是日本的牌子啊 對日本的 然後它是兩根這樣子套管 對正常的話我們一般大部分JDM 比較常見的都是單支 對 那像這個就是比較少見也比較獨特 我覺得這個風格其實很帥 有一點暴走族的那種風格 看起來比較囂張 對對對 我個人啊 我個人還是喜歡 喜歡單支 對單支 因為我覺得單支的 我就喜歡看國外那種 砰唛砰唛砰唛 然後都是單支炸出來的那種 哇那個不一樣 的確 它像這台車啊你看現在這麼低有沒有 它現在是用那個Magic Air的氣壓式懸吊 所以把它放在這裡面 一樣是走雙磅普的設計 其實我沒用過氣壓 其實我也對這一塊不是很熟 可是我剛剛也問過車主 它的意思是其實到現在來講 它的阻尼設定什麼是挺好的 不像早期的氣壓可能會覺得比較跳 它現在阻尼設定是蠻棒的 時代會進步的啦 對其實這個一定是會一直進步的啦 所以我相信會越開感覺路感是舒適 還有支撐性什麼也都會一直有所提升 一般設定你代步的話我覺得 非常好的設定 而且其實你車一停 這樣一爬我覺得是超帥 我們現在看到啊 車主剛剛有幫我們補充一下 94、93的差異就是93年的RX7的內裝 第一個它是環保材質 所以狀況都會比較沒有那麼理想 就是容易烈容易幹嘛 對 94年的你看像這個 從1994到現在2023 其實這個狀況都還很好的內裝 內裝我們看到這個東西也都是EVO R的產品 它就是把原本安全氣囊的蓋子 拿來當成錶柱 我剛發現一件事耶 這是自排的 因為符合街車日常開也很好開 都適合我 方向盤比較 我還是喜歡之前看到那個電禮那一支 改裝的那種比較小 那個就很有味道 可是這台車我覺得就好 它找比較圓層的內裝 像這個應該是什麼油溫水溫 我想真的 其實你應該說玩老車啊 開這種老車 真的 每個人都必裝 你今天就是就算裝新一點的那種 路飛或是裝舊的這種錶 你想要看起來經典 就是你一定要看著東西 不然那個車壞了就壞了 沒有及時止损 你看不懂這東西 真的是不建議玩大車 因為一個基本點 現在新車你有任何狀況 它是會直接 登 然後就車子直接就不讓你開了啊 對或什麼之類的 像這個的話 你就必須要自己知道自己車子的狀況 例如說 這已經不是平常的水溫了 可是車子不會提醒你 對 那或是說這個不是平常的油壓 可能車子不會提醒你 這個東西就是要靠你自己去發現 那因為以前的科技就是沒有這些東西 那你要自己懂得看這些東西 你算是保護你的車 不保護你的錢包 這才是主要的 不過像DIV這個啊 我們都可以設一個過低或過高的警示 這可以設定 這可以設定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啊 目前就是維持原廠的280p的引擎 好乾淨 這台真的很乾淨 對啊 然後搭配R1羽工的V-mount的形式的套件 然後這個部分啊 如果在北部的朋友一定不陌生 明洪阿國他們家的太合金管路 非常漂亮 很像藝術品 然後進氣套件的部分啊 就是用HKS的進氣套件 然後搭配一個HKS EVC 渦控 那這台車大概就是優化 其實我覺得改裝有時候就是 你不一定是要把動力改的大 而是要比原廠更好 對 這台是改裝的必要錢 所以今天如果你們要改煞車啊 改輪框啊 或是改什麼 各位女朋友不要去阻止男生對不對 我們是為了更安全 以後女朋友要是說不讓你改車幹嘛 這個是我 我就先陪他一拳 你懂不懂啊 對 這一點啊 我在湯湯身上倒是有看到一個不錯的 看湯湯好像不會阻止你 欸 我老婆完全不阻止我改車 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但不反對 而且她還會問就 你知道 假如我今天去夜跑或是去比賽啊幹嘛的 她會去看轉播看我的比賽 然後或是說她有時候我回家贏嗎 我怎麼輸我 我可能要脫衣服啊幹嘛 就是會聊天 她真的是不阻止我的耶 所以我覺得有這種太太是非常棒的 真的 真的 如果你女朋友不讓你改車 換一個 好了各位 那我們今天一次又補了兩台 總共來了三台AX7 那因為我們沒有出國的片段 也許未來假如我們有找到 可以跟我們一起出來玩的AX7 那也許會不錯 因為我知道台灣一定還是有一些狂熱分子 就是像如果有願意出來一起去跑一跑 或是去玩 對 我覺得這樣會很不錯 但是可能要冬天啊 因為其實很多車其實 夏天都會有一點 過熱 不然就是沒有冷氣啊 因為像廠車就沒有冷氣啊 我們那台EVO也都是 EVO可能真的只能冬天出去開一開 因為還算涼 我們是管子AC 自然風奔多金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排煙孔 你那邊我幫你管子接特別長 可是我怕一件事 我們這邊開有沒有 你往內吹 結果那個風壓一直往內灌 然後往那邊 先吸一手再吸二手 那我們今天又幫各位再補充了兩台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接下來你們有喜歡什麼樣的車款 或者是厲害的車款 接下來會有包含像烏羅斯改裝企劃 那個我們最近就會開始了 淘柬已經快到了 那一台猛的喔 那一台是做 上司 對 烏羅斯是Lambo的那台秀儀車喔 不要改這麼大喔 你們到時候看到車主就知道了 車主就是也是那一種狂熱分子 對 頭殼也是破東西 對 開去越野 對 好啦 那就直接到這邊吧 好 喜歡這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謝謝大家 掰掰 那今天我們mh99今天為大家帶來的一個 驚喜企劃 大家都知道我跟JKS的老闆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這一次我跟幾位朋友 我們一起買了一組排氣管送給他